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和双鱼做恋爱 能让你感受到一万点的甜蜜包机 有魅力 和撒娇 温柔浪漫 都是它们的超强恋爱力 双鱼的眼神柔情似水 心跳瞬间扑通扑通加速 双鱼还说很甜的小情话 分分钟耳朵就怀孕 双鱼是天生的大浪漫家 情感表达细腻 对人也呵护被制 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会在不经意之间 给你最贴心的爱 双鱼的温柔无处不在 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里 都注入了强烈的爱 你所能想象到的那些浪漫的情节 都能在和它们恋爱的时候体验到 贴心小棉袄双鱼 总是温暖着身边的人 永远相信世间的美好 保持一颗同心 不忘初心 双鱼做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矫情 就连记忆也很像金鱼 总是上一秒哭哭啼啼 下一秒就能自愈 双鱼做普遍颜值很高 还是典型的外贸协会制作会员 如果你和双鱼谈恋爱 那你们每次出门一定超级吸睛 双鱼特别容易哄 它们在乎真心而非物质 别人生气要买买买要吃大餐 而双鱼只需要一个暖心的拥抱 双鱼是最善变的 面对不同的人和处境下 它可以变得很坚强 也可以变得很柔弱 即使生活平平淡淡 双鱼也有能力变得多姿多彩 让你们变成偶像剧主角 每天都光芒四射 在双鱼的世界里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掺杂任何虚情假意 认真的双鱼 一旦付出感情 就是全部 不吃大亏都不会回头 在爱面前绝不轻易放手 双鱼座的人是很善解人意的 尤其他们的心肠很软 也因为耳根子比较软 很多时候很容易被别人收服了 他们虽然不笨 可是却因为太过善良 自己也常常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可是爱上他们却会被无限体贴跟宠爱 尤其他们一定会把恋人摆在第一位 绝对会什么事都以你为优先的 双鱼座的人天生情感就比较丰富 他们也是很天真浪漫的个性 虽然很多事情都会想的比较多 可是他们还是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 也因为他们情感比较丰富 所以跟他们恋爱的时候 往往可以感受到他们浪漫风趣的一面 恋爱中的他们可是非常可爱的呢 双鱼座是非常慢熟的星座 他们本身就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认识他们一定的要慢慢来 他们虽然也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还是 细水长流的感情 所以一旦你花越多时间跟他们相处 让他们渐渐熟悉你 他们就会知道你绝对是真心的 认识他们越久 他们就会对你越好 双鱼座的人直觉很敏锐 尤其他们本身就比较敏感 所以那些你拼命想隐藏起来 不被发现的小情绪 其实也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察觉 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 如果发现你心情不好 他们就会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陪伴你 是很愿意舍身为人的 他们也会生气有闹脾气的时候 但却是很容易因为你的一句话就心软 总是对待重要的人如此温柔 被他们爱上绝对是幸福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